四大獎老 很牙煙 我不會亂說話 等一下我得罪了老爺奶奶 好老公 我不是故意要 但你求婚的時候 想老公幫忙看看有什麼要準備 他衝合而出就說一個 說完之後他就知道是牙煙 有些人會介意這些 你想怎樣?是不是想結第二次? 這次拿我來找經驗 下次教得 下次娶得更好 我將這個你平時不開心的東西 變成你開心的東西 是不是很有技巧? 好 讓我先兜 今天很熱 老公撲線 淒涼 未老公 未來老公撲線 未來淒涼 行不行行行 未婚淒涼 未婚淒涼 OK 大家好 我們是資障情侶 我是Cherry來聲令 我是Kyle啟浩 今天是一個比較害羞的情報 為什麼呢? 因為 為什麼呢? 沒錯 因為是港歸我們求婚的 OK 不是港歸我們求婚啊 我也很緊張 你看到我嗎? 是港不關於結婚的 因為我們終於都求婚了 沒錯 買年尾就結婚了 多謝大家 你真聰明 多謝大家 收到大家很多突然期待的祝福 在街上 有時在街上等朋友或在車 然後突然間很遠處有人大叫 恭喜你們啊 是天橋突然喊下來 我突然失去 我不是走下去 但失去沒有那麼多開心 多謝大家環匯立體職的恭喜 多謝 我們年尾結婚 現在都籌備了婚禮一段短短的時間 但是已經發生了很多小趣事 這個趣事很中性 有開心又不開心 亦都不斷被結婚界的前輩恐嚇 是的 要做了沒有? 沒做就快點做 差不多要做的 是很大壓力 簡單來說意見太多 是的 朋友又給意見 家人又給意見 婚禮前輩又給意見 是真的有一點點 怕多眼亂 好亂 所以我們這條片 其實是拍給一些 結婚的人懷緬 有些共鳴 如果是未結婚的朋友 又可以看一看 聽說今年是超多人結婚的一年 我們又不小心導入了競爭的行列 我的裙子 遲了兩個星期去 再看而已 幾條都被人預約了 所以籌備婚禮的朋友 你也可以看看 原來大家都明顯是同一個難題 大家共同負擔一下 所以我們今天是IG信心結婚片 我發現我們跳了一段 是的 還沒說求婚 這麼快說籌備結婚 求婚你有沒有共鳴呢 大家有什麼求婚的趣事 激心事 或者是失敗的故事 都可以的 我要想還是我先說什麼 好 真是說 我們未分享求婚經歷 就下次再說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like shar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還有記得follow我們的IG OK 我們現在可以開始 第一個已經很敏感的 是很共鳴 我看到就說這條件先說 四大長老說他們不懂得習俗的東西 無所謂 但最後突然聽親戚說 要怎樣怎樣怎樣 一定要跟 這個已經現性經歷當中 沒錯 但很牙煙 我不會亂說話 等下我覺得做了老爺奶奶 或者是我自己的爸爸 那就已經好了 其實我覺得算是好的 就是說我想這樣 他就說你這樣也可以 但你最好再做這個 就是說他會說他的想法 由我們OK 我們就在家做 所以暫時都沒有一些很尷尬 正面衝突 對 還是一個有權 但其實真的有很多東西不懂 有些東西我以為問我家人 他們會知道 但說他們結婚一定是 都成二十年前 三十幾 四十幾 五十幾年前 如果你的家不是特別大 其實最近可能沒有什麼結婚 而且他們那時候沒有那麼多選擇 對 即是酒樓擺酒 你不會西式 中式 中式 你會有 酒樓擺酒 對 以前不會放下午 你是不是都一定是 不會帶狗 你一定是擺酒樓 然後一定是做一些儀式 不用想的了 對 那變成選擇多了 選擇多了就 想法自然更加多 這就是那個矛盾吵架位 就是他們推薦就是這樣的 我們都是另一件事 簡單說一個例子就是 就是兄弟姊妹 以前兄弟姊妹 就真的找兄弟姊妹來做 他們是家人 對 即是 譬如你有妹 就當然找妹妹做 你有哥哥就找哥哥做 但以後我們不是一定要找朋友 所以是傳統習俗認知的分別 我明白 他們心裏都會有一個 想要的婚禮 他們一定都幻想過很多次 不止我們自己說 我結婚過 我們幻想了多少次 我們求婚幻想了多少次 他們都幻想過 自己一個子女結婚的時候 的情況是怎樣 是的 所以你又要符合一下 他們心目中的要求 當然我們都是最重要的 因為那個是屬於 始終是主角 你們以後回想回來的回憶 是的 我覺得有一個規則很容易遵守 我的想法就是 最重要是開心 但你不遷就他 就總是有人不開心 我只覺得 最重要是新人開心的 是的 接著就可能是四大長老 接著就是親戚朋友 這樣下去的 有些家人真的很兇 所以我們都難以理解 那些情況 我覺得我們算幸運的了 幸運的了 其他留言是說要放兩邊的 哦 是的 男家又想這樣 女家又想這樣 最後九龍放一次 港島又放一次 如果是家人看這條片的話 就要想想 你們的要求可能會令到新人 很不開心 還有很大壓力 如果一開始結婚已經這麼不開心 他就會患上之後兩個人相處 會是怎樣 對 又是二頭 二頭就是大家的開心 Hap happy happy Hap happy happy 希望大家都純粹來來 跟四大長老可以提前溝通 滲一下自己的想法 一早要談還是怎樣 是的 第一條已經說這麼長 這條很重要 對 很重要 好 下一條 第二條交給你 第二條就是我老公 不是他 現在還沒說出來 我老公是經常被急事 打誤人生的人 去到樓下準備佔我又急事 但又不可以入我娘家 搞到誤了急事 我也不明白 為什麼男生的腸胃可以 你明明那一刻真的急的時候 你是寧願快去打誤了一個 如果你想想 句子才做到一半的時候 打誤事也要選擇急事 那你將人生大事給我打誤事 我現在急事很長 已經開始吵架了 情景劇 那你寧願他誤少少急事 還是他賴屎 為什麼不少少急事 誤了就不是急事 我想如果是你急事 誤了急事會怎樣 我通常緊張是去不了廁所 所以我完全不理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的身體構造是不一樣的 我要很放鬆才可以去廁所 我是很緊張我就急事了 我放鬆就OK了 那現在大家都結婚了 沒事了 對 沒事了 多好 就是一個少少有趣的回憶 你想想如果他不是因為這種事 你可能不記得發生什麼的 之後就很忙 很忙 這是老公給你的小驚喜 對 那你可以一直在那位罵他 你那時候結婚了 但希望你那時候沒有急事 我不需要這樣的經驚 我也不希望 我已經誠實人等你 我希望大家兩解 我不是故意要去廁所 我不是借屎頓 我是真的急到 但你求婚的時候借屎頓 這個就是用真實情況 和技巧的雙配合 平時真的急 然後你不急時就可以拿來做一個小驚喜 我將這個你平時不開心的東西 變成你開心的東西 是不是很有景況 讓我先兜 今天很熱 老公先淒涼 未老公 未來老公先未來淒涼 哈哈哈 行不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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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婆婆編主家席 沒有我和老公 我猜不到這個是一個小共鳴 另一個就是老公編table list的時候 主家席將桌子12個人入面沒有我們自己份 其實都很容易會有 因為你只顧親友要塞下 就忘記了原來自己是要坐下 而且你不覺得自己那天可以坐下 因為你以為你是站在桌子上 但我是覺得Anson Adi在做甚麼 她要上來 你婆婆 你要我們一起做甚麼 我幻想那一天我是吃到東西的 我也幻想那一天是我吃到東西的 你應該是吃到的 那天不會餓死你的 有其他人就說是吹老公男家那邊 給一個table list 去到當日才能給 其實當日才能給都沒說不行 不過你的心會很急 嚴格來說晚上才坐 都是12個位的 可能朋友結婚我也不太明白 有人在group問 大家我那天結婚 你們來不來 大家其實心裡明明是來的 但又死都不回覆人 原來真的會令新人很心急 因為他們真的每一個位都要量好 即是可能你這些交同事 13個人 只得一個 那你那個為人就只有12個位 而我又想安排得好 大家來的時候 不只是吃東西算了 坐得舒服 不會太尷尬 總之是一個開心一點的 experience 但也要大家配合 但我也有些事情想問 就是例如 現在可能有些人在我心目中 我會覺得他是很重要的 那可能未必是好朋友 或者是常常見 但是我問了就會很怕那些 就是抽人數 要欺騙人情 我以前都會這樣想 但我一開始覺得 我不想這件事 如果你本身就覺得我是朋友 你就會覺得 他很難去問我 如果他本身就不覺得我是朋友 他就覺得抽人數 這已經不是我控制到的東西 不過 在我的角度 我就是 我想你來我才會問你 如果你真的不想來 你可以跟我當成為無所謂 我是完全不會欺騙你 我們可以之後吃飯 是啊 因為真的很難 那麼多人全部都在那一天的時間 尤其現在很多外國的朋友 每次問我 我就會說 你回來訂了機票我就回答你 我會這樣 下一個 老公什麼都說沒有意見 給我決定 雖然很多時候都是以女性意見為先 但他給我的感覺就好像出席了算 你求完分沒多久 結婚的朋友就說 你要開始準備東西了 因為男生求完分就覺得自己做完了 我明白為甚麼 你明白 我明白的感覺是甚麼 因為男生求婚 通常都是男生求婚的 他就會覺得 我們選了歷史的任務 結婚了嗎 又不是結婚了 但他會開始慢慢 先緩下來 然後你就開始緊張 因為對你來說你剛剛開始 大家的上升位不同了 所以會有一個落差 女生可能小時候開始 已經對婚禮有很多 幻想 他就終於來真的 那我想問你男生本身的幻想是甚麼 我的幻想就是娶女老婆 整個真的已經做了 那是否真誠 不是真的 我們不會想婚禮上有甚麼 我最多是帶我一隻狗 我要在戶外 我有一些很簡單的要求 可能男生選我要戶外 然後我就會想戶外有很多個戶外 所以我又不是幫男生辯護 但他們沒有你那麼多要求是合理的 不過他要幫你探訪 我覺得 或者我下不了決定 你幫我們決定 那已經是差很遠的 而且你先不要罵他 你跟他說 可能他都不知道要做甚麼 那明白的 首先他會不會關閉化妝師 因為化妝師都不記得 因為我們的男生化 是很重要的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因為我們做這一行 我們知道要化妝 我一個普通男生 我連化妝都沒試過 我怎知道我會化妝 我就不會想到結婚熱化妝 有些人是求不化的 是的 但是女生要化你 你要想這件事 但是女生還要選 她就是想不到這件事 還要選Style的化妝師 是的 你一看他選到婚紗 你選Sensory 你選頭 我們男生一定是皮鞋 西裝 加一件馬甲 打什麼胎 結束了 我想說我也是有選擇過男生 所以我這次都給自己一個限制 我覺得你已經做得好了 是的 我就是選定了 我覺得這間滿意 我就不要再看下一架 是的 你有時間症 有餘力症 就選一兩個比較下 如果沒有的話 其實滿意已經得到 所以我求婚 甚麼都未知的時候 我第一次就預訂了 VOTOT和化妝師 大家都已經覺得 是大感恩 其他細小的東西 我很多都交給他處理 有些人是直接說 ABC是你決定 DEF是我決定的 還有一個位置就是 如果分了給某一個人決定 你就不要太多意見 是的 真的交給他決定 否則又是沒完 否則他會很便宜 你又給我決定 最後我選完又是你決定 有其他留言是說這些 是很多 很多 一是老公甚麼都說沒意見 最後聽別人說了幾句 不漂亮等等 但是審美觀這些東西 最重要是你們兩個自己覺得漂亮 意見都聽 不懂拿捷 對 拿捷 所以其實平時做人都是這樣 你要很懂得了解自己 然後你才可以決定 你自己要喜歡的東西 不喜歡的東西 要問人才要問自己 嘩 這是甚麼意思 好像RAM 好像很厲害 都不知道說我甚麼 下一題 上老公幫忙 看看有甚麼要獎病 衝後而出 就說一句 我都未結過婚 怎知說完之後 他就知道是奶意 你跟媽媽說過吧 是呀 我問我媽 你甚麼想怎樣 她說我未結我怎樣 然後我媽就說 今晚經常結一次婚 你想結多少次 你當然不知道 都不是很糟糕 我也覺得不糟糕 但這件事很好笑 你剛說完之後要找怎樣做 還有我也有很重的感覺 好像無重入手 即使我之前工作 幾次已經穿過不同類型的婚紗 你知道嗎 婚紗我現在不出名 甚麼A裙 泡泡袖 很多 然後又掉了 Transformer 斷面 不知道我已經數不到你 這些都真是 未結過婚 怎會知道 難道無故自己平時看甚麼 所以我完全明白那個情況 但有些人會介意這些 你想怎樣 是不是想結第二次 於是拿我來找經驗 今次rehearser 下次娶得更好 好像結婚的時候 下次在這裡 我做MC很怕說這些 下次見 下次見 怎樣啊 大哥 平時說沒甚麼 結婚的時候不要說 是啊 大家當開心吧 最後一個 沒有錯 就是我本身的共鳴 也有人留意 也有幾個 就是我也是上年剛結完婚 當大家都說 小搞的時候 搞搞搞只會越來越大 小? 不可能 我想說 本身你未求婚之前 我都是想著簽一張紙就算 然後請最核心的那班 家人看簽紙 都穿一下婚紗 拍照 當日就越來越 因為我以前也想說 不要搞那麼多事 好累 那怎知道 一個星期都沒有打倒了自己 我也是你聽完 我也想想先聽完 其實我是想多些朋友來到 所以最後搞下搞下 現在越來越多朋友 是的 我猜小搞的意思 除了規模之外 還有可能儀式的多少 可能本身就這樣簽紙 吃頓飯就是最小 但譬如要出門入門 接新娘 我本身就是想著 可不可以選化她呢 主要是家人會要求有這件事 就算不是家人 其實有些朋友 或者是那些同行 做化妝師 他們都經常是大約會的 然後他們都會說 咦?那你沒有預訂車嗎? 要走大運的 但我心想 我沒有車 斟茶家人就一定要的 是的 這個是要的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尊重 還有大家開心 好拜拜媽咪 我去南北家 你想想你多久沒有斟茶給你媽媽喝 我結婚一邊搞一邊搞的時候 我會覺得 我明白我媽媽有時會傷心的位置 在哪裡 例如我以後生了一個小朋友 見到她真的要結婚 對她來說 那塊肉就離開了家 去了別的家 所以你要體諒她 有很多事情想做 或者是很多事情要跟得好 就是因為她完成了儀式 我已經帶了女兒 我覺得有些儀式 不能太麻煩你 你就當作滿足一下家人 為什麼人們這麼抗拒 就是因為很多儀式 去到那一天 根本新人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只是不斷被人催崗 所以最後就好像沒有享受到整個婚禮 是啊 所以我也有少許想避免這個情況 到時希望 聽很多朋友說 或者我們自己也是 到最後 基本上未必會跟初頭的南花去做 但最重要是你不要太過不開心 還有你家人也要開心一點 籌備婚禮的初頭已經這麼多了 但如果大家有結婚的touch 我們沒有說過 你也可以在那邊留意 之後會開Part2 因為我們慢慢籌備 去到某個階段 又會有其他共鳴 現在我們暫時只有這些共鳴 好 就是這樣 希望大家可以開開心心 今年這麼多人結婚 要是好年 阿Dee 拜拜 阿Dee 你也很粉的 她也有三套衣服要換 是啊 我安排 拿手 阿Dee 這裡 是 是 還有個彩蛋 接收樑的時候用你們的卡 那張卡是我們在市集的時候賣的 是一個插畫師 阿杜波奇幫我們畫的 然後那句句子是她設計的 沒錯 她的設計是這樣的 封面就寫了一句 我們兩個生氣的樣子 然後就說 你已經不像以前那樣 男女朋友最喜歡說的 是的 然後打開 因為我每天愛你多一些 然後她們用來 應該是獨孫言 哦 我知道是 這個很好啊 謝謝你們 你用得很好啊 我們可以用花這一支 是啊 好開心啊